女孩将第一次献给富二代男友 她做梦都想嫁入豪门 甚至不顾一切跟男友私奔 殊不知男人却是个黑帮老大 对女孩根本就没有一丁点感情 还将她囚禁在房屋里 当成了自己的专属文物 此刻的艾拉彻底崩溃了 丧彪丝毫不顾她的感受 竟然和闺蜜睡在了一起 艾拉想要收拾东西回老家 可丧彪为了阻拦她 竟然一巴掌将她扇倒在地 并不是舍不得艾拉离开 而是为了她肚子里的孩子 丧彪警告艾拉 等孩子出生后 她随时都可以走 否则别怪自己不客气 可第二天一大早 艾拉就收拾好了行李 匆匆忙忙返回了老家 可母亲看着她挺着个肚子回来 简直是惊呆了 她将艾拉狠狠地骂了一顿 离家出走就算了 还搭着肚子跑回来丢人现眼 父亲看不下去了 连忙上前扶艾拉进屋 可母亲依旧是骂骂咧咧 甚至说艾拉不好好赚钱养家 如今成了一个脱油瓶 可第二天晚上 丧彪就找上门了 她让艾拉穿上衣服跟自己走 还没等艾拉拒绝 她就一巴掌扇了上去 父亲看丧彪欺负女儿 冲上去要将她赶走 殊不知被一拳打了出去 艾拉顿时情绪不稳 腹部传来振振痛感 母亲发现女儿不对劲 让丧彪赶紧叫救护车 不久后 艾拉顺利生下了孩子 这让丧彪激动不已 这可是她的大儿子 但艾拉却高兴不起来 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艾拉选择了留下 但她的心却是千疮百孔了 她留着泪暗自发誓 等孩子长大些 绝对会带着孩子离开丧彪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 孩子刚满一岁 丧彪竟然就带着陌生女人回家 还当着她的面秀恩爱 丧彪甚至声称 这女人是她的未婚妻 还让艾拉立即滚蛋 她已经给孩子找了的新妈 再也不需要艾拉来抚养了 可艾拉并不甘心 这可是她怀胎十月生的儿子 为了夺回孩子的抚养权 艾拉卖掉了唯一值钱的钻记 换取了一笔钱请了律师 将丧彪告上了法庭 这样丧彪愤怒至极大发脾气 她从律师口中得知 孩子才刚满一岁 两人还是未婚先孕 这场官司她毫无胜算 但丧彪还是想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然而开庭当天 艾拉却将丧彪的暴行全都说了出来 女法官深表同情 最终将孩子判给了艾拉 事后丧彪暴怒不已 竟然拿律师来出气 辱骂对方简直就是个废物 恨不得立即将艾拉撕了 她心中顿时蒙起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第二天一早 艾拉带着孩子出门散步 可丧彪的两个小弟早已等候多时 看到艾拉出现后 两人立即冲上去抬起了艾拉 将她强行塞进了车里 一旁的男人想上去救人 可看到司机那凶狠的眼神 男人顿时就退了回去 司机立即开车扬长而去 唯独留下了哭闹的孩子 他们躺着被打晕的艾拉 来到了郊外的山坡 竟然将人扔了下去 艾拉一直滚到了山脚下 直至第二天早上 两个小男孩来到郊外玩耍 他们的狗发现了躺在山脚的艾拉 其中一人撞起胆上去查看